開宗明義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分身到底是什麼東西 過迷思義他講的是比較小型的分子 他是講的比較小型的分子 所以分子生物學他基本上來講 他的定義的話就是來探討我們細胞內生物訊息 的調控與生命的一個表現之間的關係 他主要 探討 細胞內 是細胞 細胞已經到不是整個個體 只是一個小細胞內 這顆細胞內的話 他的一個生物的一個訊息 他裡面會有一些訊息告訴你這些細胞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進而來達到我們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生命的一個表現 這些細胞內的一個生物訊息的一個調控 與我們的一個生命現象的一個表現 那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如果再用比較簡單的話語白話一點 白話一點的或者是對象 單純一點的話 他講的就是什麼東西 講的就是我們的遺傳物質 然後跟我們的一個蛋白質之間的關係 所以蛋白質就是我們的功能性的一個 具有功能的一個蛋白質之間的關係 因為他們互相調控 遺傳物質可以告訴你你要形成什麼樣的蛋白質 而這些蛋白質可以來調控這些遺傳物質的一個作用 所以他彼此之間的一個調控的關係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一個中心的原則 分子生物學的中心原則 那這中心原則指的就是什麼東西呢 指的就是我們稱之為Central Dogma 這我們的中心原則 那中心原則指的是誰 這個東西是誰所提出來的 是一個有名的學者 這稱之為克利克 也就是當初發現我們DNA雙骨螺旋的其中一個作者 懂嗎 那這時候呢 他所說的一個中心原則指的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我們的遺傳物質最常聽到的就是 去氧核糖核酸 也就是我們所稱的一個DNA 有聽過吧 然後這時候呢 由DNA會變成我們的RNA 由RNA才來形成我們的一個蛋白質 那這一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會有所謂的一個什麼樣的反應呢 這以前你們就有學過了 這一過程我們稱之為轉入作用 由DNA變成RNA這個叫做轉入 由RNA變成蛋白質這個叫轉液 中文這個叫做轉入作用 這個東西我們稱之為轉液作用 那這以基本的生物的概念 給你們各位來參考一下 也就是說為什麼當初會先想做轉入和轉液 你要記住這件事情 這個叫做NA NA都代表是核酸的意思 這個NA如果中文的寫法 它就叫做核酸 這個NA的寫法都叫做核酸 核酸的英文叫做什麼東西呢 它叫做Nucleic Acid 可以吧 它們都叫做核酸 不論DNA或RNA都叫做核酸 為什麼要叫做核酸 因為當這些遺傳物質 你們如果學過基本的一個生物分 細胞生物學 你們可以知道 我們細胞內 真正的一個遺傳中心的話 是在哪一個位置 是在細胞核 對不對 那細胞核裡面的一個酸性物質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核酸 那DNA、RNA當初被發現 就是在哪邊所被發現 是在細胞核裡面被發現 真的可以嗎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又發現這些DNA、RNA裡面 會有不同的核酸 這個核酸的一個類型 我們稱之為核酸核酸 這個叫做Rival Nucleic 可以吧 那這個呢 我們就稱之為什麼 去氧核酸核酸 也就是說這個核酸會有點不一樣 它是一個去氧的核酸 所以英文叫什麼呢 它叫Diocid Rival Nucleicide Nucleicide 可以嗎 那你這意思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 當我細胞核裡面這些遺傳物質 我們是以DNA的一個系統會留著 那為什麼用DNA 在演化的長期的時間下來 為什麼會有DNA和RNA這兩種 那我們要用DNA來保存我們所有的遺傳物質 那你就可以知道 DNA會比較穩定 還是RNA比較穩定 DNA比較穩定 DNA比較穩定 對吧 要不然我們為什麼要用它 對吧 那再來 那為什麼DNA以後還要再變成RNA 也就是代表說 我們DNA的話只是暫存我們的物質 就像你的一個圖書館 這圖書館有很多的書 可是每一本書你都要念嗎 不一定 而且每一本書每一章節都是你要的東西嗎 也不一定 所以這時候你會去挑選這一個資料庫 把書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去找出我要的章節來念 念了以後就會變成RNA RNA這時候在翻譯變成什麼東西 我們的一個真正要表現出來的一個意思 你要做的事情 這樣多麼容易 所以呢 我們這樣子可以來看 為什麼這要轉入作用 這時候你想喔 我今天就是有一本原文書在這裡 這本原文書上面的話 所寫的語言都是核酸的語言 叫做我們的DNA語言 或者是說你買一本原文書 就是英文的原文書 你把這本原文書出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每一個字每一個句 你都看得懂 不會 而且這個時候你要看的時候 你會不會每一個章節每一段落 都是你要的 沒有 所以這時候當你如果假設好了 我這本書我看到有一個字我不懂 假設我看到DNA我不懂 或者假設好了我們看到一個 叫Biology 這個字我不懂 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在這裡我黑板寫Biology 在我的這個地方 我可能寫出來叫Biology在這裡 我打入這個翻譯機裡面 再講一次 我現在買了一本原文書 英文的 我想要把它翻譯成中文 因為我中文才看得懂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中間的某一個字不懂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是怎樣 我們就是看了 這個書本上寫Biology 這個字我不懂 這時候我就把它翻譯到 把它怎樣 拿出我的翻譯機 或者是拿出我什麼 平板 或者是我的手機 這時候呢 把那個英文字 輸入到我的一個平板 或者是手機裡面 可以吧 可是你輸入進去的文字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字 還是叫做英文字 同意嗎 可是這個英文字的字型 跟我原本書本上面的字型 會一樣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你要記住 我們的DNA和RNA 他們同樣都叫做核酸的語言 都叫做英文 可是字型同不同 不同 所以這個DNA指的就是原文書 懂嗎 那原文書的某一段某一字句 我因為不懂 所以我想要去了解它 所以我把它拿出來 到我的翻譯機裡面 或者是我的平板裡面 這時候它就是 還是一樣寫的是什麼樣的語言 核酸的語言 也是英文 但是它的字型會不會相同 它不會相同 但是語言類別是一樣的 還是不一樣的 是一樣的 這樣懂不懂意思 懂嗎 那這時候呢 我們進到我們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來 輸入進去 是不是我們就按Enter Enter以後 這個東西的話就會 叫做生物學這個 中文出來 這是我看得懂的字 所以這時候你看 這裡原本是英文 這裡變成什麼 中文 所以代表它的字的一個意義 是一樣的還是不一樣 類型是一樣的還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時候你看好 這邊是核酸的類型 只是字型不同而已 那這時候變成蛋白質的時候 蛋白質是由什麼東西所組成的 是由氨基酸所組成的 所以這時候它已經變成不同的語言了 所以這樣的過程 我們把它叫做什麼 把它翻譯過來 所以叫做轉譯 這樣懂不懂意思 懂嗎 懂喔 所以這就是我們整個的一個中心原則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又發現 當你這些東西轉入作用要用 轉譯作用要作用的時候 會不會平白無故的一個進行 不會 一定要需要有東西來協助 而這些協助有功能的酵素或蛋白質 全部都是什麼東西所組成的 蛋白質所組成的 所以也就是說 蛋白質日後會來協助你的進行轉入 或者轉譯作用 懂我意思嗎 所以也就代表我們在生命現象 在表現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有兩種東西的具備 一定要有核酸的一個訊息 也要有什麼 蛋白質的一個存在 有催化的能力協助作用的一個功能 可是問題來了 那到底是先有蛋白質來協助他們這些作用 還是先有我們的遺傳物質告訴你 應該要合成什麼樣的類型的蛋白質 因為沒有這些遺傳物質會不會有蛋白質 不會 那沒有蛋白質這些遺傳物質有沒有辦法指派 所以你要怎麼合成 沒辦法 所以到底誰先誰後 這也就是一個爭議 就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一樣的道理 這懂我意思 然後再來 這東西的話是轉入作用 那我們也會發現啊 除了這樣子之外 我們在細胞的一個擴增的過程當中 你看喔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一顆細胞來的 哪一顆細胞 叫做受精卵 當你一顆受精卵開始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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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完整的個體的時候 已經複製了好多次 你身上已經有好幾萬顆 好幾億顆的一個細胞了 對吧 那這個時候 你所有每一顆細胞 它的一個DNA 都是來自哪一顆 都來自於那一顆受精卵 所以從你的頭到你的腳 從你年輕到你的老人掛掉 你身上的DNA會不會變 都不會變 所以我們才會所謂的一個基因鑑定 或者是DNA的一個檢定 可以來做為形式或親子的一個判定 懂我意思嗎 那你從你頭上所萃取出來的DNA 跟你從腳底下萃取的DNA 還有跟你從嬰兒而萃取出來的DNA 跟你老人萃取出來的DNA 都是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的DNA會不會變 都不會變 因為都來自哪一顆 都來自於那一顆受精卵 可以嗎 所以 挺好 你的身上的所有細胞 都是來自於同一組DNA系統 所以也就是說 你細胞在擴增的過程當中 DNA要不要跟著要增加 要嘛 也要複製 所以DNA會有所謂的複製的能力 那這複製我們稱最replication 那當然啊 這複製也一定是誰來幫忙的 一定是需要蛋白質來幫忙 蛋白質也要來協助你的這些複製作用 對吧 所以 我剛剛講的 我們整個的分子生物學都是要來幹嘛 探討我們的遺傳物質跟誰之間的關係 蛋白質的關係 遺傳物質怎麼來合成蛋白質 蛋白質怎麼來協助遺傳物質來合成蛋白質 這樣懂不懂意思 他們彼此之間怎麼互相的一個調控 懂嗎 那怎麼去操作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我們分子生物學中心原則 中心原則 當初講的只有白色的這些線 複製 DNA的複製 我們DNA轉入成RNA RNA來轉液成蛋白質 就是這樣子而已 可是後來 學著我們分子生物學的一個蓬勃發展 你會發現喔 分子生物學以前是在深化的某一個小章節 最後一個小章節 只有一點點 可是在這近十年來 我們分子生物學會被獨立出來 變成一大本書 而且不斷的在增加 觀念不斷的在更新 那也因為分子生物學的不斷的一個蓬勃發展 也造成我們醫療上面的一個大起飛 所以我們很多的基因工程 很多的一個所謂的一個什麼基因療法 這些全部都是來自於誰的一個發展出來的 我們分子生物學發展出來的 所以深化是分生的整個的種瓜 但是你沒有深化的概念 你要來讀分生還是可以 但是你還是要基礎的一個生物的觀念 懂我意思嗎 那分子生物學它講的就比較細節 它講的只是focus在哪裡 在我們細胞內部 所以這個時候呢 分子生物學反而就會變得比較抽象 為什麼分子生物學比較抽象 因為它是在細胞內部你根本感受不到 生化會比較簡單 生物會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它是整個個體 你看得到感受得到的